大家好,我是Daydreamer,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今天周四,那这一个礼拜我想关注的那些公司的据报都已经基本上揭晓了 明天就是周五嘛,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我想到就是很多人对于那个炒股的时候 根据那个公司据报前后去做一些交易会比较有意思 那我也觉得呢,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利用公司据报的前后的行情来赚一些钱 那我每天的我的选股和一些交易记录会在我的小红猪上post 还有就是大家在看我的视频之前 记得点赞,点赞左边左下角那个大拇指 然后转发和在后面留言都欢迎 我在这里分享的东西呢,是我自己的一些交易心得 那你们,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就是说会去看那些收费群 那些收费群你一个月交一百块钱哦 我觉得那些收费群的水平呢也未必怎么样 有的人进收费群一个月能亏掉亏掉几万 那就是其实我在这里交给你的东西 你并不需要,也不需要交什么钱给我 你要,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记得点赞,点赞订阅转发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讲一讲就是这个股市里面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公司据报 这个行情从股票里套利 什么就是一个每个公司它如果是上市有交易的股票 它每个剧度会有一次earning report 就是汇报一下上个季度它的revenue或者earning的情况 这个就是叫聚报 那一般炒股的人,它的股票在出聚报前后波动会比较大 那其实公司的据报它的股价对那个据报的结果 财报结果怎么反映呢 它不是那个简单的就是说据报好它就会涨 然后据报不好就跌的那种 其实所有的据报结果都是跟它的预期比较 假设大家对这个据报的预期比较高的话 那如果它出来并没有bit那个expectation 它的股价就有可能会跌 那反之就是比如现在今年这个经济危机的年 大家对那些公司的据报呢 都本来期望就比较低 那就进入一个就是说大家那些公司比烂的时代 那比如你说像这个迪士尼 它昨天据报出来其实也不咋地 但是它的股价还是一样的涨了 就是因为它的预期比较低嘛 所以呢如果它出来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烂 它也可以找个理由涨 而且就是据报本身上个据报怎么样呢 并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而主要决定因素是看它对下一个季度 或者对下一个年度的它的guidance 看这个guidance 如果guidance比较promising 比较热观的话呢 它的股票有可能就会涨 那就是我所说的股票 主要就是炒预期 不管是据报 还是本身那个成长股 成长股有很多里面 它上市很多年 它其实一直都是亏损的 那其实它亏多亏少 只要你亏的比预期的少 它就觉得这公司还有希望 还有希望就是你也没有必要赚钱 它股价一样的可以翻个几倍 所以尤其像这些成长股呢 它当下的亏损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画的大饼make sense 投资人愿意买账 那它的股价就会涨 那在我看来呢 我在据我的观察 很多闪户 他们在玩据报的时候 实际上纯粹都是在赌博 或者是烧钱 有些操作 我看见他们的操作呢 我就是说看到了的话 我又喜欢去评价一下 因为我不评价 我也特别难受 但是我在那些群里面呢 我觉得我在那边敲时间 就是说 说我的想法呢 对我本身来讲 是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并没有说 从别人的交易里面 我学到什么东西 而是我看到了 别人怎么交易 哪些错误的交易的思路 是不对的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什么群 我都不想去了 因为去的话 我自己并学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都是我在那里敲字 浪费我自己的时间 好 那就是说我观察到的那些散户 他们在炒作那个聚报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钱烧掉的 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几期 讲那个股票的时候 建议大家不要去赌聚报 因为赌聚报的话 十赌九输 你经常有这个赌聚报的习惯 你一定是亏钱亏得快的 就是说你的那个实际的统计概率 最后一定会趋于那个理论值 也就是说 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跟聚报 赌聚报相关的交易 它是非常容易亏钱的 你偶尔蒙对了一次 没有用 你赚的那个钱还不够你输的那十次 亏回去的钱 那我看见就是说 有的人赌聚报 一个是他 比如说这个聚度 他觉得这个股票聚报很有可能会好 你觉得他会好 那是你一个主观的 一厢情愿的想象 那实际上呢 这个聚报好不好 或者说好的话 股价会不会涨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 就是像我说的 这个尤其这个股市里面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体 不要用你的逻辑去 去假设那个股票涨或跌 它是一个混沌体 就是那些所有散户的 对这个市场的它的看法 然后它的买卖交易 才是定义这个股价走势的 那个根本的一个行为 那如果你去重仓一个股票呢 你赌错了 比如说你觉得这次股票 股价就是说可能聚报好 它会一飞冲天 你去重仓那个股票 有可能它根本就跌的 所以你赌错了的话 你有可能直接就被埋了 然后被套在里面 半斤出不来 还有就是在 我看到的有的人 他喜欢在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盘后要出巨报 他在巨报出来之前 去买那个 买那个option的call 或者是买put 去赌它涨或者跌 其实那个巨报出来 第二天股价的走势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说 单纯的涨跌的问题 它也可以微幅震荡 或者根本不动啊 那你买的call跟put 你基本上就是买在的最高点 为什么买在最高点 因为你这个股价在 他出巨报之前 他的预期就已经price in了 就提前一两周 他其实上那个股价 已经从一个 就是说比如说涨了个10% 20% 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科技股 在出巨报之前 他已经连续拉了7到10天 实际上你在出巨报前一天 去买那个option 你其实就是买的一个最高点 然后巨报如果是出来 达到预期 或者是没有达预期 它有可能是租着 就是租盘 或者是甚至跌下去 那你买的那个call 买的put 都是有可能归零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巨报出来 第二天 他那个股价故意波动不大 那就是为了把你们这些 就是说赌 那个涨跌的赌徒一锅端了 你看看这个礼拜的 那个出来的巨报 就是说那个BYND 那个做假肉的 还有SPCE ANET 还有这个FSLY 这些成长股 成长股或者是 已经那个白马股的那些股票 它在出巨报之前 它就会拉升 然后你如果在那个巨报出来前一天去买那个corpo的 那就是这几个股票 这个这次的巨报都是巨报一出来就暴跌的那种 那就是把你过端了 然后呢 那个因为巨报出来前一天 它的implied volatility比较高 premium也比较贵 所以除非这个股价是巨报出来 就是暴涨暴跌 你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边有可能能赚到钱 但是因为那个premium特别贵 你能赚到的钱最多也就是翻个倍 除非你这个股价就是说它本身很贵 然后又暴涨个20%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概率比较低 那种情况你才有可能赚了很多的钱 所以在我看来 你用那个option去赌那个巨报 实际上它的reward跟risk ratio是非常低的 这根本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好的交易 你知道吗 大部分时候都是一锅端了 所以这个成功的概率非常小 你如果是那个reward跟risk ratio 非常低的一个交易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做这个操作 还有就是有的人就说 他说premium高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卖那个put 或者卖call赚这个premium 那这个呢 大部分时间你有可能是赚得很爽的 但是你碰到一次小概率时间 暴涨暴跌 你那个就会亏得很惨 就有可能去见外婆了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认可 也可以觉得不对 但是doesn't matter 这只是我自己愿意总结的一个东西 就是自己交易出来的 第一个准则 就像我总说的那样 不要去赌巨报 赌巨报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下场 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那个trading plan 它的reward的risk ratio不好 所以一般巨报要出来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就是说减仓或者轻仓过巨报 不要说去加仓 甚至是甚至是那个重仓去赌 还有关于这个巨报什么时候出来呢 有两个那个途径啊 一个是有一个网站叫earning whisper 那上面有个calendar 哪一天有哪个股票出巨报 它都会有 但是呢 那个东西的话 你就得提前去看 就会比较费脑子 然后一般来讲的话 你用的那个炒股的交易 blocker的app里面 很多那个app都会有这个自动提醒功能 就是说你这个股票 你如果在关注 它会蹦出来一个框 就是说告诉你哪一天 就是有那个upcoming earning report 就比如那个老虎证券吧 它就有这功能 我就挺喜欢的 就是说这样我track 我关注哪个股票 哪天出巨报 那也算一个bead event吧 你就要特别小心 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利用这个公司巨报 这个event去赚钱的话 是有几种 胜算概率比较大的操作的 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拿着这个东西去堵它的巨报 在谜底出来之前 你可以在那个earning report的release之前 提前7到10天去关注它 做这个pre earning的那个run 和那个post earning run 那你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你那个盘后 你说知道它1.15要出那个巨报 你就在1.10分左右 去挂一些那个limit limit buy sell的单子 它一般就是在巨报一出来 那个瞬间或者在那之前 不确定性的时候 那股价震荡会特别大 那其实是一个套利的好机会 你如果挂的挂的那个单 比较价格比较低 有可能真让你买到了 那它冲上去以后 你就把它卖掉呗 那就是在那个巨报出来之前 如果这个巨报 大家都一致或者说 看多的人比较大部分呢 那那些赌徒就会在那个巨报之前 出来之前他们会埋伏进去 就是赌巨报的那些 买的volume会进去 那一般这个股价 在巨报出来之前 实际上它就会提前涨 那你要吃的 就是这个提前涨的这一波行情 而且这个风险是不大的 因为谜底还没出来 所以它没有那个太多暴跌的可能 你知道吗 所以提前7到10天买进去 买正股或者是买那个option 你都是有可能可以很稳妥的 吃到一波涨幅 因为这个利好它会提前price in 所以呢 在那个谜底即将揭晓关盘之前 或者是如果它是盘前出巨报 你前一天关盘之前 你就把它获利卖掉 还有有一些科技股 它的走得比较实状 叫强者横强 它如果是那一次巨报特别好呢 它会在巨报谜底出来之后 就是说能够连续涨个7到10天的样子 有的时候它故意就是说 巨报出来之后 那一两天它是不涨的 故意压着 然后之后再涨 然后也有可能它立马就暴涨 暴涨之后呢 它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余波在那里 就是还能继续涨个4% 20% 这个例子 其实你就看看那个MD吧 MD它这次巨报是特别好 你看出巨报那一天 它从50多涨到64 涨了20% 那是上个礼拜的4对吧 那你现在看到多少了 现在已经涨到84了 也就是说它在巨报出来 猛涨之后呢 还会缓慢的再涨 像这种比较 弹性比较好的科技股的话 你在米底出来之后 再吃那一波 也是比较稳妥的 就风险不大 那还有一些 就是它的巨报出来 不如预期的好 它会瞬间暴跌 但是这个股票可能本身的基本面好 所以它暴跌完之后呢 它会慢慢涨回来 在暴跌的时候 你可以进去抄底 然后做个反弹 这几种 就是我列的这几种方法 下面这三种 都是我经常做巨报 用来套利的几种方法 总结给你们 其实你可以 每个礼拜的巨报 尤其是科技股 你可以看到这三招 可以屡市里爽 比你去赌巨报 那赚钱的概率高多了 好吧 我就举个例子吧 今天盘后 那个datadog和net散崩过 datadog从它那个关盘的90 瞬间散崩到73块2毛5 然后net是从它的41的关盘价 突然跌到34 但是呢 瞬间又拉回去了 又拉回到41 所以这个瞬间散崩的 它的跌幅是高达15% 如果你知道 用我刚刚说的那个 limit by set order 去套利的话 是很容易的 你看这个data 这个datadog datadog它是关盘9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 它最低跌到73块2毛5 然后又拉回到 就是拉回到大概84 85附近 那我看到这个涨幅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在大概关盘后 关盘后大概1点半的样子 我就说它这个跳龙 你们别呆着 可以去捡了 捡了可以做反弹 然后呢 它后来我们我75 75或者76 我捡了一些 还有75 76捡了一些 捡完以后呢 它很快就反弹到82 我就走掉了一些了 所以这个瞬间的10块钱 一股的涨幅 也是比较容易抓到的 你看我这个 我基本上是 我喊完别人去做一样的事情 我其实自己也在下单 并不是说空喊的 然后像这个net也是散崩 34到41 还有就是今天盘后的巨报 有好几个都不好 其实除了YAPP 除了那个STMP之外 其他的股价都不到 就是那个巨报都不大好 Glupon的那个巨报还可以 就涨了一波 这个在之前是并过股的 1块多我曾经买过 大概赚了差不多50% 我就走了 所以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就是看看我前面那几个思路 对照一下今天 今天出来几个巨报的 其实这几个strategy我都有用进去 尤其是第三条 第三条我不赌巨报 但是我会观察 他这个巨报出来 哪几个是基本面好 散崩的那种 我就会去做反弹 然后或者他持续涨的 我也可能会追进去 稍微吃一个后续的涨幅 然后preER的话 我会用期权和一些正股 在他出来之前 但是我一定会在他 关盘之前全部都卖掉 好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像我在那个告诉你们 怎么样找几十倍几百倍的期权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今天巨报好 或者是散崩的那些股票呢 明天是礼拜五 明天礼拜五就是说 是玩那个末日期权彩票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个期权去做个反弹 或者是强者横强 他的继续涨的那个 那个也是机会比较多的 好 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对你的交易有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